是 普拉見過祖祖 祖祖諾蘭山 是諾蘭山家族的創始人 他很久以前就不再插手家族事故 這次居然親自出面 難道地球的重要性 比預想的還有更 聽說你們在地球上 發現了機械座宇宙飛船 而且金角巨宙屍體 也在地球上 是的 祖祖 這機械座飛船 被地球土著成為一號古文明遺跡 就在地球海域中 只是飛船入口防禦太強 我們沒法進去 而金角巨獸的確是陰落在地球 不過時間太短 我們搜索區域太小 還沒有找到那金角巨獸屍體 金角巨獸 普拉 我命令你率領一支精英小隊 悄然返回地球 找到金角巨獸的屍體 祖祖 地球已經有靈主了 有靈主又能如何 從此刻起 你們小隊 被諾蘭山家族出名 什麼 你們若被發現 就自稱無神分的宇宙星島就行了 帝國法律講的是證據 沒有證據 一個地球領主就奈何不了我們 你們行動遲緩 被對手搶先埋下地球 我給你們一次機會贖罪 如果行動成功 就恢復你們的身份 記住 這是最後一次機會 是 祖祖 祖祖 我們在地球還發現了一種奇異寶物 當地圖書稱之為 三十一號五文靈遺跡 這是 祖祖 此無非懂小可 布蘭 約束你的船員 絕不允許任何人再去碰他 敢問祖祖 這個 還需要我說第二遍嗎 不 不敢 希望祂是死的 若是活的 祖祖 既然沒有別的事情 就行動吧 你要用四成時間 吸取木牙鏡的生命能量 讓肉體實力飛速提升 剩下六成時間 全花在修煉上 保證戰鬥技巧 配得上你突飛猛進的實力 有空也可以和紅雷神切剝 提升戰鬥機用 protections 你們 又想抢在我前面 太聰明了 好 救命 好 啊 啊 啊 你就这么把雷龙皇给杀了 加上八爪兽皇 两大兽皇都让你一个人抢去了 先到先得 你这小子 既然敢抢两大兽皇 那我就来看看 你能嚣张到什么程度啊 看来二哥在领域的造力场 又进了一场 想不到老四 这么快就能操作三十二枚刀片 请彼此配合他非常完美 必须尽快破军 没动 玩真的 你上当了 盾结色第二形态 好小子 又突破了 这小子 越来越难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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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是情形级九级 还拥有领域 竟然都打不过你 大哥比我强 甚至老三你也比我强 真是欺杀无疑 二弟 直到差距就赶紧努力修炼 来 老三 把我跟你打一场 再往上的强者就看不上这些了 不朽强者的住所往往直接就是一颗星球 一颗星球 住一个人 有什么好吃惊的 主人的陨墨星不就是这样的吗 老方 那黑龙飞船 你多少钱买的 我花了九十亿黑龙币买下 改装维修 花了二十亿 兄弟你赚了 这种老型号 现在很难买到你 一百亿十亿真不贵 再过十年 我老爹就答应将一颗星球转到我名下 星球上一百亿十亿人 有年能给我赚六亿多黑龙币 凭一颗星球 贷款二百亿黑龙币不难 一百亿十亿人可好 再为他一个人赚钱 那就是球龙城 球龙星的中心 好巨大的城市 有一种浩瀚古老的气息 让人震撼 一把门人震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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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凤 球龙城把你的通讯编码发来了 通讯编码 这次电话号码 球龙城会跟每一个来这里的智能设备发送编码 罗凤 你的通讯编号是多少 我们交换一下 方便联系 好 我刚来球龙城 需要先去见一位找呗 我们就在这分开吧 都有空 我做东西你吃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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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科组 行星级九级 赤岸组 行星级六级 拿卡蒙组 行星级一级 行星级六级 行星级一级 恒星级五级 刀锋组这么远星系的人也来了 这侨龙城里 有宇宙中各个种族的人吗 这里的外星人虽多 但主体还是人类族群 人族是宇宙六大巅峰族群之一 细分的种族极多 你们地球人 也是人类大族的一个分支 从经营相似度上讲 地球人更接近 人族中的元人族群 到了 黑龙山帝国 驻球龙星行政大使 黑龙山帝国 是囚龙星的宗主国 在宇宙中 属于中等文明国度 将于多达八千多个星星 黑龙山帝国皇帝 也是一位不朽级存在 级别比主人略低 罗风 黑龙山帝国国籍 对现在的你 在宇宙中活动很有帮助 刘营护卫十分昂贵 在黑龙山帝国也只有少数贵族才能享受 先生 您要加入我黑龙山帝国国籍 不知道先生之前是什么国籍 可有缘国籍释放手续 无国籍 估计这年轻人 是某个势力培养出来的精英 刚刚入室吧 好的 先生 请容我核实一下 行 先生确实从未加入过任何一个国籍 那么入局手续可以即刻办理 手续费五十黑龙帝 好的 先生 请稍后 手续马上完成 这潜无币 这么好用啊 当然 潜无币是潜无宇宙国通用货币 黑龙山帝国 只是潜无宇宙国的下属帝国 但凡在黑龙山帝国的属地内 拿出潜无币的人 非富即贵 先生 这是您的黑龙山帝国公民身份证件 谢谢 抓紧时间 我们还要去虚拟宇宙公司开户 购买意识感应头盔 否则 你在宇宙中寸步难行 虚拟宇宙公司 一家公司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你对宇宙五大巨无法一无所知 听着罗峰 潜无宇宙国虽然是宇宙高等文明国度 但宇宙中真正强大的 是五个巨大势力 哪五大势力 这五大势力是 宇宙星河银行 宇宙第一银行 巨斧斗舞场 虚拟宇宙公司 宇宙佣兵联盟 两大银行的业务 跟地球银行差不多 主人给你的三个账号 就是宇宙星河银行的 巨斧斗舞场 是全宇宙最公平的斗舞场 宇宙佣兵联盟 是一个松散的佣兵组织 主人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全宇宙超过99%的舞者 精神念师 都会加入宇宙佣兵联盟 99% 这个佣兵年龙的实力 真是强得可怕 虚拟宇宙公司的强大 在于他总拥有的虚拟宇宙 虚拟宇宙相当于第二宇宙 任何人 只要意识进入虚拟宇宙 就能与虚拟宇宙中的其他人 瞬间互通 走吧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哇 终于来到了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 魔风会在这浩瀚宇宙中 闯出怎样一番天地呢 扫描这家二维码 更多新奇好玩的宇宙新鲜事 都在这里 还有超多精美壁纸 官方爆料 独家独立 等你领取 还愣着干嘛 赶快扫码 和罗风一起冲向宇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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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宇宙 重斥着野蛮和掠夺 这个精神涅视的来头很大 在这穷龙江啊 很没有我惹不起的人 竟然是威地家族的人 要毁掉芯片 就必须毁掉头脑 这在地球 可是竟不无敌的存在了 来的就是你 有些不悔 能够 能够 明镜与点栏目